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让我们看到相爱的两个人有战友般的信任感多重要 曾经有多不般配如今就有多恩爱 邹世民和阮影影的爱情从开始就一波三折备受争议 恋爱时她是赛场上迟照风云的拳网 而她只是个无名女学生 别说大众不相信阮影影认为她是新妓女 就连阮影影周围的朋友也不相信他们俩不坚持走下去 等相恋五年好不容易走进婚姻变堂 舆论依旧不看好她们 因为邹世民是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 而任盈盈却比例 护操 爱就秀 胸大无脑 整容脸 一身黑料 很多人在挑字失望了 任盈盈曾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 也曾是央视财经节目主持人 主持过多档专业节目 她的业务能力丝毫不比邹世民差 即便如此 让盈盈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成全邹世民 在微博上 她曾经描述过作为运动员女友的辛苦 我在北京求学 她在国家队集训 我在毕业贸易找房子 她在南征北站不停歇 我挤着公交看日落 她脚底磨穿鼠星星 就这样我们两地恋爱五年多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交流是写信和QQ留言 尤其是备战奥运那一年 为了取得好成绩 邹世民听从教练建议 封闭式训练半年 中间跟外界完全失去联系 要是换作一般女孩 自己面临毕业 找工作 租房子等大事 男朋友不仅不在身边帮忙 就连短信也不能发 电话也不让打 估计早就打退堂鼓了 可染盈盈没有放弃 实在忍不住了 她就偷偷写日记 把邹世民的照片打印出来 像她的时候拿出来反复看 还在照片背面写完 想对她说的话 就这样凭着对邹世民的 一往情深 染盈盈而过了最艰难的半年 或许在外人看来 当时极其无名的染盈盈 配不上邹世民 但实际上 倔强勇敢的她 不正像赛场上 打不倒的她一样吗 因为相信 所以坚定 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站着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世界职业拳王 两届奥运会冠军 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 为中国拳击夺得奥运会手机 全世界都看到了邹世民满身的荣光 为中国拳击做出的贡献 可是这些军功章 也有染盈盈的一半 当邹世民在台上比赛时 染盈盈在观众席里 为她加油呐喊 为她彪力鼓励 无论再忙 只要邹世民有比赛 染盈盈必定清零现场 成为她忠实可靠的强心技 当邹世民要打职业拳击时 染盈盈辞掉工作 不顾自己的前程 二话没说就跑到人生地部署的美罗 帮她打理各种比赛事宜 她是邹世民的经纪人 是她的人生规划师 是她的翻译 是她的死机 是她的按摩师 是她的医生 也是她的24小时保姆 那些外人注意不到的大师小事 都是染盈盈在背后为她谋划布局 苦心营造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 生活中 当别的女人享受着老公的温柔体贴时 染盈盈把自己逼得无所不能 结婚的时候 是她招握着婚礼的各个细节 邹世民只管穿上礼服 结完婚第二天就走 生在儿子萱萱的时候 是她联系医院医生 也是她忍着身体上的疼痛与脾肺 含着心理上的敏感与压力 一边照顾着孩子 一边惦记着老公 邹世民经常不在家 然隐隐恋成了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切菜做饭的本事 她能踩着高跟鞋 拖着大型立香版世界飞 也能前面抱一个娃 后面背一个娃 在两个吵闹的熊孩子间维持平衡 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辛苦 从没听她抱怨过 这是她作为妻子 爱照顾的方式 邹世民也并没有理所当然的认为 燃盈盈的付出都是应该的 她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 对老婆的退就 把家里的主动权交给她 自称家庭地位最低 无论外界如何质疑 燃盈盈不好 邹世民都心疼她 坚定地拥护她 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邹世民 与其说她是拳王背后的女人 我更愿意说 拳王前面的女人 我身边最强大的女人 告诉我 不要哭 我听她的 最重要的 无论燃盈盈脾气好坏 是青春美丽 还是操持家务双手粗糙 她都一如既往地爱她 给她足够的尊重与柔情 她不懂浪漫 可是却愿意在雪地里 站五个小时 给她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她不善言辞 可是却敢当着全世界的面拿 向她求婚表忠诚 她铁骨蒸蒸 被打得流血流汗也不吭声 却唯独能在她面前流眼泪示弱 有人说 婚姻不是1加1等于2 而是0.5加0.5等于1 两人都消去一半 自己的个性和缺点 凑在一起才完整 深以为然 相爱的两个人 会争吵 会猜疑 会伤心 会有很多次闹情绪的时候 可是共同的目标 对彼此的爱与责任 会把两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 在一次访谈节目里 然盈盈落落大方地说 周世明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 她属于这项运动 她属于我们祖国 的话 就将这个女人的格局和情商显示出来 这样 如果只困在小情小爱里 周世明大概只是个曾经拥有 如意的奥运冠军 不会有今天的影响力 而然盈盈也只是个丈夫背后的女人 很难成为今天的然盈盈 说来了 他们是互相扶持 彼此成就 所以周世明和然盈盈 曾一起面对竞技场上的锋利变换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周世明为中国拳击夺得第一块金牌 改写了中国拳击时 然盈盈在台下 哭得稀里哗啦 跟着她荣耀万分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周世明再次为中国夺得金牌 享受全世界的贺彩 然盈盈带着全家老小远赴异国 一边捧着奶瓶喂孩子 一边邀请旁边的营火观众 为中国加油 2016年 周世明拿到了人生中 莫非以求的金腰带 然盈盈崇拜得成她最伟大的王 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时刻 她都陪她分享喜悦 见证奇迹 但战场上没有长胜将军 他们也曾经历过很多次挫折 打击 失败 2014年 医生诊断周世明眼眶出现骨折 视神经受损 劝她放弃比赛 然盈盈开着车带她四处求医喂药 做视网膜修补手术 2017年 周世明因多次滑倒尾追骨肌肉撕裂 在家躺了半个多月 然盈盈就在旁边端茶地水伺候 同年冬天 周世明因左眼突发性失明住院治疗 至今看东西还常经重影模糊 跟儿子下起屡屡放错位置 不停地为她祈祷 鼓励她不放弃希望 周世明输掉了比赛 也输掉了肌腰带 更承受了不少人的质疑笑话 可自始至终 然盈盈都陪在她身边 我愿陪你君临天下 你说 我愿陪你东山再起 在然盈盈的努力下 他们在上海建成了 以拳击为主题的综合运动中心 推广拳击运动 培养拳击选手 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拳击 因为周世明找到了新的方向 经历高光时刻 走过黑暗低谷 他们还是手牵着手 一起为年少时的梦想不知疲倦 尽管当初的梦想 已经从我要为国争光 变成了我要为国培养人才 尽管当初的他们 已经从青春年少 变成三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看过爸爸去哪儿的人 大概对周世明的大儿子萱萱有印象 一头小卷毛 颜嘟嘟的 又爱吃又爱玩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 萱萱从出生起 就是姥姥和妈妈在带 对爸爸的印象永远是离开的背影 以及被打的鼻子脸肿 在电视上升 国旗唱国歌拿奖牌 一直为此而为 这个周世明 共过那次参加节目 在陪伴中找回了很多父子间的第一次 从那以后 只要一有时间 他便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玩一起闹 并且约定每年要带着孩子理性三次 周世明说 他很然影响分工很明确 妈妈给予孩子安全感 爸爸给予孩子价值观 因此 我们看到萱萱虽然是节目里最小的孩子 却又懂事又暖心 他会在别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去逗人开心 看到大家因为没人赔而赐高奋勇 他敢跟比他年龄体型大很多的小朋友比赛摔跤 即使屡次被扔到地上 也不哭不闹不放弃 虽然跟弟弟相差不大 却懂得体贴照顾弟弟 默默承担起好哥哥的责任 他会在妈妈累的时候甜心表白 更会在爸爸受伤的时候安慰他 爸爸 你勾拳啊 你该先出勾拳 再出百拳 有这样温馨有爱的家庭氛围 有些手走过风风雨雨 依旧恩恩的爸爸妈妈 难怪萱萱和弟弟都招人喜欢 只有极少数的真爱是预见的 大部分人所谓的真爱 是彼此投入时间 精力 情感互相磨合的 就像小王子里 狐狸对小王子说 正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 花费了时间 才是你的花儿变得那么重要 人在一生中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诱惑 不无意 但能拥有美好的爱情 能经营好幸福的家庭 一定离不开两个相爱的人 彼此信任 共同努力 就像冉衣写给宗世纹的告白 甘胆相较的义气 不遇不弃的默契 相濡以默的恩情 你有被燃到吗 点个赞看 愿你也有这样的爱情